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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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京奥运可能是对日本来讲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国家大事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就趁此要宣传 日本到底在东京奥运它所展现的 不管是CSR或是电子区它做出了什么样的亮点 尤其是它对于它的奖牌 它非常的隐隐为傲 为什么 因为它的奖牌并不是重新制作出来的 它是透过这个金属的资源回收 各项的三星产品资源回收出来 所以提炼出来所谓的金牌的成分 或是银牌的成分 是铜牌的成分 你可以看得出来它不断地在宣传它这个样子的理念 所以它非常的成功 甚至它的颁奖牌 甚至它的运动选手所碎的床 都是用回收的纸所回收出来 然后重新制造 所以有的运动选手就会觉得不相信 这个床真的耐得住我的体重吗 然后就想说一个人不够 我们总共来站9个人上去跳跳看 所以总共是9个人上去跳了一阵子以后 这个床还会塌下来 所以表示他愿意传达这样的理念 对日本来讲这是一件国家大事 然后接着2024年的巴黎奥运更告诉各位 他要做的要比东京奥运更好 因为他所要接左传达的它不是一个环境永续 只是环境永续的问题 他真的要讲的是他要合作的厂商 可能是包括的是社会企业 包括的是一般的非以令组织 他们要做的就是他们不会在增设任何的运动场所 他们就是让大家来巴黎看到我们所有的伟大的展场 是用我们大家喜欢去的一些观光景点的面前来做这样子的表演 做这样子的运动的比赛 甚至任何的采购 它其实是学习了英国所谓的优先采购政策 它就是要包括实在希望的一般企业 所以我们今天要做善事要做好事呢 就请跟所谓的非以令组织或是社会企业进行优先采购 所以你会发现法国总统马克宏 他说的他很有自信的就是说 他在巴黎天他说我们一定会做到团结一致 然后更快更高更强 然后定为全世界最节制最完好的一个奥运的举办 这样子 然后我们看到日本也看到了法国 他准备就是要把CSR或是ESG 他是认为是一个国家的定位上的一件国家大使 那很多的跨国企业呢 我们刚刚很多的律师已经讲在前头了 我们到那个苹果手机 他也是这样的认为 为什么 因为呢他要求的是 我不仅要这个碳中和 我希望能够那个净零排放 他这样子的做法 其实坦白说 已经很多的企业都是这样的要求 他的供应链的业者 请跟我这样子做 就连台湾的台积电也是这样 台湾的台积电已经很早就已经开始要求 他的供应链厂商 你必须跟我一起做 我希望的是用鼓励代替惩罚 我不要再跟你 这个如果你做的不好 我就不给你订单的这样的方式 我希望用鼓励的性质来跟台积电来做合作 所以你会发现这是全球法国企业 大家都在努力做的事情 然后呢 那到底这样的CSR或是CSG 如果同学看过这个 赖英赵老师的这个 证券教育法 他就会告诉你 这样子的脉络 其实是这样子过来的 过去呢 到期控告福特汽车做了什么事情 因为福特汽车 因为他想要做一个平价的一个公 这个汽车 但是呢 他认为说平价之外 他希望大家都可以买得起 所以他希望降价 降价来把他的汽车变成大众化的时候呢 他的股东却不愿意 他的股东去控告他 他说你最好的利益是要补取的股东最大利益 你怎么会去照顾员工照顾社会大众呢 结果呢 告诉各位 这样子的判决真的是 谁输了 当然是福特输了 所以那时候的法官呢 是认为说当然就是要争取股东的最大利益 但是接着连着下来之后呢 你会发现 从史密斯公司捐出大学案中 逆法允许公司为公益捐款 到经营判断的准则有关于芝加哥小熊队 这个问题一直到后面 到1986年德拉瓦州的最高判决 他已经感谢了这个社会 对于企业在经营上面 到底可不可以做企业社会责任 答案是可以的 因为他告诉你 你在经营的时候 你就是要考虑利害关系人的问题 什么是利害关系人 就是包括你的员工 包括你的债权人 包括你的客户 包括你所在的社区的人 所以呢 什么是社会企业 什么是CSR 什么是ENG 可能刚刚大家都讲了很多很多了 坦白说CSR是一种理念 但是可能ESG是一种手段 那ESG在台湾呢 坦白说我们也不落于人后 我们也不管很多的跨国企业 不管是台积电 不管是刚刚所说的这样子的新一房 或是所有的很多的金融机构 预算银行都在做 然后呢 我们的政府 我们刚刚也 这个三位这个律师也报告的很清楚 我们也很努力来做 我们除了公司法在2018年的时候 修正的第一条 就是把企业社会责任的精神放入之后呢 金管会更是加码 他不管 他虽然没有修相关的证券交易法 但是在相关的管理办法呢 他都有更加的着重这件事情 所以呢 他可能第一 他可能会落实在所谓的公司治理 是在这个上次上会公司 企业社会责任实务守折第二章 第六到第十一条的规范 然后在发展有序环境的时候呢 是在规范在第三章的第十二条到第十八条 然后在维护社会工业的部分呢 他同样是规范在第四章的第十九条 到第十二十八条的规定 然后呢 甚至要求企业社会责任 报告出因揭露的内容呢 是包含在这个所谓的上市公司编制 及申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出作业办法的第三条 所以你会发现台湾也很努力 政府除了刚刚所说的那些证交所 或社会台买卖中心应该做的事情之外 他更订定了所谓的公司治理三点 他希望可以跟国际接轨 他希望可以达到的是所谓的社会共融 所谓的社会这个环境永续 甚至可以达到所谓的经济共融的三道面下 然后在金融业 我们刚刚所提到的金融业 甚至金管会在最近 他要求就是 所有的金融机构 你必须在社会企业报告出要揭露 绿色金融的成效的相关规定 然后要必取得第三方的认证 所以你要发现绿色债券 社会责任债券 或是可持续的发展债券 甚至所谓的影响力投资在很多的企业在不断的上演之中 所以对我们台北市妇女新知协会而言 这是一个契机 因为坦白说我们是一个草丧实习的社会企业 我们非常需要很多的资金的投入 好搭上了这班列车 所以很多人可能在跟我们妇女新知在谈价钱的时候 他会想到我们要跟你谈出合理的定价 我们没有办法说在网路上模样产品可能是卖99 你可不可以跟网路的产品一样卖99 可能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因为我们必须要照顾的是我们这些高龄的二度就业妇女 我们必须要照顾他们合理的工时 合理的工资 所以合理的利润的时候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卖出99 我们可能是有我们的产品地价是非常的透明化的 所以到社会企业到社会创新 可能对台湾来讲 社会企业不管是社会企业也好 或是社会创新谈好 其实他谈的就是同一件事情 希望我们的台湾未来的企业走向 最好走的就是社会企业 大家希望做的就是对社会创新是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政府虽然在很多的法令上 他没有同步的做一些调整 但是他在措施上已经做了很多的 跟英国尤其英国有一些优先采购的措施 他已经逐步在跟进了 像中小企业处所创立的企业创新平台 他就是希望所谓的一般企业可以来看到 一般的社会企业或是被利组织在做的产品 他有没有可能来优先采购这些产品 然后结论结论当然就是我长期是从事立法工作的人 然后最近除了交出之外也投身在社会企业的一些执行 我当然是希望最后当台湾学会了别人的所谓的影响力投资 当学会了别人所谓的优先采购 当别人做好什么叫做CSR ESG的时候 可能我们可能最后一件事情可能还是没有做到 就是我们相关的立法跟其他的国家来相比的话 其实我们的立法的程序也许是慢了一点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可能很多的观言坦白说 在2018年修公司法的时候 那个时候其实有很多的版本 就是在谈为什么要不要把社会企业来做专访 但是那个时候坦白说 大家对于什么是社会企业都搞不清楚 但是我们台湾可能真的是大家要深知熟虑 就是社会企业到底是什么 是不是要去透过所谓的立法倡议 甚至由立法以后才来教化民众前进行 其实这是我们一个非常需要 这个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那我是这样子认为 就是习正院在推与所谓 不管是这个社会企业或是社会创新有一阵子 其实他走到这里 他已经看到很多的国家的脉络 你在发现可能我们最后真的是需要来 用一个专法来管理这样的社会企业 因为大家都已经看到了 社会企业有很多的问题 他有这个坏羊头卖狗肉 有可能他需要揭露让更多的投资大众 可以更清楚社会企业是一个好的企业 而不是可能会是引益洋善 或者是很多像一些公益信多 可能是在常用纳沟 甚至增淘税 然后不是在做公益的事情 可能真的就是要靠立法 然后让真正的善意 可以得到一个正轨的发展 所以我期待就是你看到了欧洲 看到了美国看到了英国 他们都有相关的专法通过的时候 我们希望的就是 台湾是不是应该来思考一下 这样子的专法应该要怎么立 看到很多国家的案例 可能会发现 台湾可能大家都做的 该做的都做 但是很多的缺失 就像刚刚很多律师刚刚说的 所谓没有做到所谓的第三方认证 对于财务透明或者非财务透明的部分 没有很严格的控管的时候 会不会很多人其实就是挂羊头 麦可罗这样子的事情 也许没有人发现 没有发现就算 但是如果被发现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所有整盘的美丽 就会被摧毁掉 这是非常的重要 就像我们现在的台北师傅女心知 我们现在其实已经登陆在 这个经济库周小企业处的社会创新平台 但是我们还是这么样的觉得 我们在这个群台希望很多的一般的企业 谁可以看到我们 但是相对于很多人都在这个平台上面 在平台上面到底谁是真的 谁是假的 坦白说我也不晓得 但是谁被看到我们 我也不晓得 所以我们希望这样的平台是有用的 而且是大家都是一个正规经营的人 在这里相互交流 所以我还是期待这样的专法要通过 对我们这样子的所谓 所谓社会企业或是社会创新 才会有更正向的发展 谢谢